我们学佛人 很多人求佛 经常求求菩萨 就不求了 里边有很大的因素 就是 在到庙里去之后 菩萨你保佑我 让我这件事情成功 让我求到孩子 一求求不到之后 接下来 菩萨不灵吗 不灵吗 不求了 人的毛病 就是要马上 记住了 种下去的果实 不会马上长出来 一个人抽烟 抽了几十年 他才会生癌症 所以我有时候 劝别人 我说你不要抽烟 他都说 他让我肺很好 那么等到他肺坏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 裹出来了 所以做人 要懂得 拼命的去做善事 去帮助别人 不要去等到 回报 台长 举个例子 你今天帮了 一百个人了 你不要去认为 他们会回报我 最后来了 二十个人 来对你很好 回报你 你非常的开心 菩萨保佑啊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来对我好的了 因为你把对别人好的 一百个多个人的 这种付出 你已经忘记了 所以只管耕耘 不要去问收获 记住了 种下去的种子 它一定会长大发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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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